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 又是民建聯有話說的時候 在上一次我做節目的時候 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社會的政治環境 或者氣氛的一些看法 但是今天這種情況 蔓延到立法會幾個委員會的選舉 我的意思是指內務委員會 和財委會的主席之爭 由以前的可能協商產生 去到兩個人競爭 之後去到三個人競爭 去到今天二十三個人競爭 其實中間的背後也有一些原因在 例如協商產生的時候 可能社會仍然是風平浪靜 大家覺得互信建立得非常之好 或者社會的氣氛仍然平淡 大家想專注於民生經濟的發展 去到有建制或者反對派 共同競爭一個主席 不再用協商的模式為主導 變成一種政治論述的辯論 大家都會兩分鐘的時間去做一個辯論 做一個整體黨派裡面的一個主題的方向 但是去到三個人 即是中間兩派之後 另外一個激進派出來 我記得當年好像是長毛 還是陳志全 都會加入這個戰團 去代表激進派在議會裡面說話 去到今天就已經放棄了之前的三個 不要說三個頂立 三個不同的派別裡面 三個不同的主張 去到已經完全想將議會癱瘓 拉布已經不合時宜了 甚至去到癱瘓 不讓你連主席選出來 這個情況其實已經反映了社會的矛盾 已經非常之尖銳 甚至是一種抗爭的模式 影響到議會的正常運作 有很多人問 在街上都問了 議員你要幫忙在議會裡面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我想跟各位市民都要想一下 甚至是跟特區政府說 議員有一句比較老土的話 這些全部都跟我說的 甚至是可能大家在電視上都經常說的 議員是政府和市民之間的橋樑 如果你說橋樑是可以改變到社會的大小的話 其實某個程度上是不符現實 反過來香港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地區 特區政府應該在這個時候走出來 做更多的動作 更多的一些政治表述 甚至是釋放善意去拉回社會共同凝聚的氣氛 當然其中的主暴制亂也是一種方法 至於市民也都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用理性的方式去選出你們議會的代表 至於議員 你說是不是完全沒有作用 就是單純是一個橋樑呢 橋樑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議員如果是難聽這些說句 心懷不軌的 他可以在中間鬧取政治游泳比較多的話 他可以在社會裡面放炮掌 例如搞更多激化的行動 去增加市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 這個都是橋樑的一個功效 不過用得好還是用得不好呢? 如果你是一個想為香港好 想大家真的坐在桌上去談的話 應該用一個比較和善的方法 例如聽到市民的意見 去反映一些民生的議題 甚至是怎樣拆解這個政治的死結的時候 提出一些合適的方法 那究竟他是清補糧還是炮掌呢? 我認為議員自己作為立法會市民的代表呢 都要自己去想清楚你的做事的方式 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多些和社會各界 甚至在議會裡面 多些不同的黨派裡面 勸服他們呢 能夠真正為社會多做一些事情 不要說議會是凌介了整個社會 因為到最終立法會 都只不過是社會的縮影 去表達這個社會整體的訴求 矛盾日真的話呢 議會也都不會平和 那所以呢 特區政府確實應該要帶起一個 一個叫做先驅者 去化解這個矛盾 我們議員是非常之樂意和特區政府合作 市民呢 也都要履行你自己的公民的責任 去選出合適的代表 代表你們 代表香港 是不是這個人是被清補糧社會吃 還是放炮掌在社會裡面呢? 大家真的要想清楚了 對 感谢观看